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调查社团法人中国青年旧国团是否为社团法人中国国民党的负随组织 24日举办第二次听证会旧国团研究发展委员会副执行长郑斐文 左国民党行政管理委员会副主委李福宣 左二出席中央社分享 行政院党产会针对旧国团是否为国民党负随组织 24日召开第二次听证会 但两次听证会真正的利害关系人旧国团的员工都没有表达意见的空间 也未受邀出席听证会 在二次听证会后旧国团企业工会副理事长陈建成 今天出面以党产会因倾听旧国团员工的新生为题发表看法 呼吁党产会听听旧国团员工的新生吧 针对旧国团是否为国民党负随组织 陈建成指出根据党产条例规定 政党负随组织是政党实质控制其人是财务或业务经营 然而党产会议调查多时也召开过二次听证会了 旧国团的员工都很关心 员工们可能也很亚裔 工作二三十年了 什么时候我们变成国民党了 我们何时受国民党控制呢 又怎可能相当对价转让 把辛苦签给国民党呢 又何时要听国民党指挥如何经营业务呢 何时人事考核升签要受国民党控制呢 陈建成说 党产会的推定 让所有这国团的员工应该都很难想象 真的是你的理所 当然 我的天方夜谈 陈建成指出 以他在旧国团近二十年的工作经验 从参加考试录取上班至今 就从来没听说过有员工被要求加入政党 而他自己办理活动应对经验 也曾经邀请民进党籍罗文家先生 郭正亮先生 尤其宽先生 李渝点先生等担任贵宾或师资 试问如果国民党控制救国团业务经营能允许办活动邀请民进党人士参与吗 他也曾经在选举年有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要租用办公室外墙做宣传看板 他跟候选人团队表示救国团不介入选举 因此无法将办公室外墙出租给候选人做宣传用 试问这样还要被说成国民党控制业务经营吗 陈建成表示 相信救国团员工应该都是跟他一样进进业业在服务岗位上勤奋工作者 他在学生时代就喜欢参与校园社团 也报名参加过救国团的自强活动 相信跟许多次 五六年级生一样是共同的青春回忆 大学三年级时也参加野百合学运 还担任野百合学运校纪代表进入总统府进建李登辉总统 而就读研究所时也曾经担任已故民进党籍立委蔡同荣先生的助理 如果说救国团是国民党实质控制 他应该不会在救国团服务工作至今 陈建成表示 如果党产会将屡次获得内政部表扬的机优社团 是为不当党产要进行处分 没收其财产 对救国团及其员工是不公平的 而且绝非客观的评价 更是对救国团员工的名誉权工作权之损害 陈建成诚恳地呼吁 党产会不要忽略历史的真相 而强将救国团认定为国民党的负费组织 反而因肯定救国团历年的公益服务成果 让救国团能继续为台湾社会奉献服务